受到剧烈对流影响 南雨11号晚间出现雷电交加的景象 狂风暴雨 街道淹水 高压电也疑似被雷电击中 导致全岛大停电 随后甚至下起冰雹 正在沐浴的主人听到冰雹的袭击声 还以为是有人恶作剧 我在洗澡的时候冰冰 叮叮 除了雷声 雨声 还有这个闪电声 还加石头声 说这个下雨天还在这个丢石头这样啊 我本来要出门看怎么下大雨 原来是白色的冰雹 雷电交加的景象 让蓝宇在停电的夜晚 免费上演一场光影秀 蓝宇今年第一场春雷报到 让作人措手不及 不过部落骑老说 很感谢老天的帮忙 让田园的农作物有水可以滋养 狂风咒语加上雷电交加的景象 持续约三小时之后 逐渐远离 只剩零星的闪电伴随夜晚 电力也恢复正常 索性这场气候异象 没有传出任何灾情 也是新闻小门力大圣台东 蓝影采访报道